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戏猪猴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五百二十七回 话说那个高大少年呢 是个天不怕地不怕出生牛犊的性子 感到这个年纪不大的家伙 竟然连吴金灵都听说过 一肚子疑惑 毕竟这吴金灵 虽然在他们家乡那边被提起的次数 不比枪先王秀少 可因为英年早逝 更是醉死街头这么个不光彩的死法 又隔了好几十年 在北梁其他地方都极少有人知晓这个名字 这少年忍不住问 你咋知道吴金灵的 徐凤年笑道 听朋友提起过 那个秀气少年 兴许是刚才见到这家伙跟老板娘眉来眼去 十分厌恶 他转过头望着一路独自发呆 徐凤年瞥了眼 那三根长短不一的白了杆子 突然他随口说了一句 老先生的两位晚辈啊 一位半年前就该换杆子了 要长三寸 另外一位当下就该增中六两 两个少年听得一头雾水 老人眼睛一亮 然后迅速的黯然 实诚道 没钱哪 徐凤年点点头 一文钱难倒英雄汉 老先生啊 我倒是还剩下些酒水钱 要不请你再喝两斤酒 老板娘当然高兴酒客多喝几碗酒 尤其是眼前这位相貌英俊的年轻人 不等那老人搭话 就屁颠屁颠的呀 去拎酒去了 这无形之中啊 倒是给了老人一个台阶下 大概是相信自己 颠沛流离多年魔力出来的眼光 信得过这个年轻陌路人 他抱拳笑道 那老朽就谢过了 老人虽然经历坎坷 却仍是性情豪爽的品性 让高大少年换条长凳坐着 邀请徐凤年呢 坐到手边的位置 老板娘又添了些酒肉 碟子不大 分量不足 但好歹呀 是不要人银子 否则呀 他那就是败家娘们了 老人用袖子呀 擦了擦酒碗 他笑道 这位公子看法准 很准 也练枪不成 一般来说 没有十几二十年功夫 可瞧不真切 我那俩孙儿的深浅啊 徐凤年摇头微笑 我呀 不练枪 不过身边呢 倒是有些人是辞到高手 看久了 也略懂些皮毛 老人玩笑道 如此说来 公子更该是高手了 徐凤年也玩笑道 呃 大概算是一点点高 那清秀少年冷哼一声 高大少年 则忍着笑意 还真没见过 这么没羞没骚的人物 老人呢 也不以为然 与人相处 不怕那些 把小毛病摆给别人看的 就怕那些心机深沉的家伙 老人叹了口气 他感慨道 别看石下立阳军舞 如何盛行白蜡赶枪 其实啊 在枪谱上 这种材质 一向是下下的 风平极差 太软了 那股子韧性啊 那都是虚的 门外汗耍起来 好像是能抖出些漂亮的枪花 可大街上 那些卖靶似的 什么喉咙顶枪尖啊 牵身弯出了一个大壶 哪一杆 不是白蜡杆子枪啊 给他们一杆 北梁枪毛试试看 得敢吗 说到这个呀 咱们北梁 真是下了大邪本了 天下志枪名目 首选广陵道上的赤白 双色牛金目 旧南堂的剑脊目和红灵目 还有烧讯的计条茶条都是好东西 可呀 没一样是在咱们北梁的 到头来 咱们北梁少见那产自玉东平原的白蜡枪 倒是其他藩王境内风靡一时 为啥呀 还不是用料便宜 士族上手快 演武练兵的时候 瞧着也好看 老朽听说咱们边军不提瑞士沉重铁枪的话 不论其部都是其尽如铁的好目 光说这笔钱 就不知道花销了多少真金白银 尤其是还要从别地运入北梁才能制枪 那就更加昂贵呀 一杆好枪的养护更是大吃银子的事情 毕竟啊 每年那么多养枪的童游估计就逃不掉 所以说啊 咱们北梁铁骑的雄甲天下 那可不仅仅是因为北梁兼儿天生履历过人 那么简单 徐凤年深以为然 他抿了一口酒 点头道 正是此理 老人谈到了尽头上 喝酒也快 说话也没太多顾忌 略微出神道 诗人都晓得 那齐军冲锋时长枪带来的冲撞力 威力惊人 却往往忽略了冲锋之术 对齐军本身的伤害 若是两军冲锋 是一锤子买卖 那也就罢了 可咱们北梁 对上北莽蛮子 可也不是那一语之辈啊 这就极为考究骑足持枪 厮杀时的营霸窍门 而这份火候 又因人而已 北梁不乏 齐战将领和枪术高人 对此对正下药 可在老朽看来啊 看似已经做到足够好 却并非真的尽善尽美 老先生 此话怎讲啊 老人犹豫了一下 似乎是怕自己犯了交浅延伸的机会 只不过想着双方一场萍水相逢 何须如此戒心 何况还蹭酒喝了不是 就继续说道 老朽啊 曾经无意间见过四五种北梁枪 材质重量长短各有差异 依据持枪士卒的兵种 身高 臂长 履历等不同 确实已经相当气氛 比起黎阳那边的军武要好上太多 只是这里头还是有东西可以往深了跑 举个例子 绰号鼠飞的苗竹长枪 虽然处理过 已经没那么异于颗裂 在老朽看来啊 他的枪头应该再增加一两半 而不足所用的铁缠大枪 枪身两寸依然不够 还要再稍微这么长 说到这儿 这老人呢 伸出两根手指 轻轻的比活了一下 原本只是想着与人随口闲聊几句的徐凤年呢 他陷入了沉思 没有马上妄下断乱 苗竹枪的枪头重量到底应当如何 徐凤年不好说 但就铁缠枪而言呢 徐衍兵确实说过一次 以往这种重枪啊 是针对春秋战事中那个兵甲强盛的西橱铁剂 尤其是在与大己士的作战中立下过汉马功劳 几乎每个参加过井河战役的北梁老族都对此枪有着深厚感情 在那场仅次于西磊壁一役的战事之中 战事中后期 徐家军都能直接将铁缠枪当棍锤使用 徐衍兵之所以有此一说 是因为北莽军也有重架 可哪怕是经过二十余年的富国强兵 仅以制甲底蕴而言 依旧比不上当年的大楚皇朝 北莽又以轻济居多 铁缠枪无需如此沉重 只是改制一事涉及到的不光是边军中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 还有最让人头疼的事情 许多骑军老将在吴同院在一系列涉及到具体事业的改制之中 不乏有人反弹剧烈 其中就有这铁缠枪 一问老将军直接就用 说老子抱惯了风雨的老媳妇 你弄个轻巧的娘们来 老子宁肯不要 谁喜欢谁拿走 反正老子的兵没一个乐意收下 就这么一个粗俗的理由给强硬的反驳了 当时吴同院在一大堆批文中送交徐凤年月了 看到这一条的时候 徐凤年还当成个挺能提神的小笑话看待 想着顺其自然就是了 根本就没有想强行推行下去的念头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却说那老者 他说着说着言语可就没边了 也顾不上徐凤年是不是感兴趣 他自顾自的说 老朽啊 今年无意间看到小人图编撰的五倍基要 是流落民间的两卷残本 买的不贵 才六两银子 只是啊 老朽仍是买不起而已 就只能厚着脸皮光看不买 足足十来万字 真是蜘蛛比较啊 看着就让人叹为观止 老朽这么一个没上过战场的人呢 看着看着竟给人一种像是自己在跟五平高手对敌的寒气 浑身冒冷气啊 堂堂白衣兵先 连皇帝陛下也厚爱的大人物 竟然连军营中毛测见于何处都有规矩 都给写入了书中 他带出来的兵啊 几乎任何事情只要按照规矩去做 便是了 也难怪当初西楚兵圣叶白魁要说那句话呀 与此人对阵一旦失事便无再负之事啊 那高大少年呢眨了眨眼 他问道 爷爷啥意思 老人感慨道 就是说呀 跟这个人对阵厮伤 只要被夺了先机 不论你是否兵力上还占优 这之后啊 就只能等着输了 这个道理啊 其实跟我们五人积极比诗是一样的 只不过你还没到那颗境界 不会明白 老人狠狠的灌了口酒 他气闷道 如此雄奇的兵书 怎么可以流入民间呢 就不怕给北蒙蛮蛮子拿了去吗 到时候咱们北梁要多死多少人呢 老人叹了口气 连酒都不想喝了 他喃喃自语道 陈之报啊 确实是输给了当今的北梁王 没能当上那北梁之主 可这也不是北梁军糟蹋他心血的理由啊 咱们新梁王也不管管吗 还是说有了私院故意为之 若是真是如此 还真被我这老头子看庆了去 徐凤年神情威贬 这五倍机要在北梁军中一直没有刻意严禁 当年徐霄和陈之报对此都无异 这大概正是北梁高层将领的自负所在 徐凤年呢 也没有因为陈之报的离梁入京 以及附属封王 就有心要诋毁陈之报这部兵书 事实上连陈之报的旧部都依旧后代有加 还亲自严厉处理过几桩故意打压陈之报旧部教委提拔的事件 只是徐凤年在这小半年来 亲笔批红和仔细翻阅过的批文 没有一万份也有八千了 还真就没有一人一文提及过五倍机要的流散事情 但这依然让徐凤年十分自责 当时他下意识端起酒碗 喝了口酒 然后轻轻说道 北梁王在这件事情上啊 确实过失甚大 老人一笑置之 他们这些市井小民也敢对那位藩王指手画脚 活腻为了 再说了 五帝成王先知之后公认的天下第一是谁啊 连那些北梁境内最孤陋寡闻的乡野村妇恐怕也都知道了 徐凤年抬头问道 老先生啊 以你的枪书见识为何不去投校边军呢 老人流露出难以掩饰的痛苦神色 竭力让自己的语气轻描淡写 老朽家族惯用大枪不讲 可家到中落之前就不惜沾惹权贵 只希望家中老小能够安心习武 有朝一日能把本家枪法发扬光大 至于其他事情从不去多想 家族有言练枪在于练心 心砸了练不出好枪 对我们用枪之人无异于舍本求没 徐凤年脸色平静的说了三个字 孙家枪 原本慈祥和善如邻居长辈的老人浑身气势骤然一变 更低手一把握住了搁在长凳上的白老杆子 浑浊眼神他熠熠生辉 充满了杀气 那两位少年也几乎同时站起身来 死死的攥紧了手中的木杆子 这让那个原本磕着瓜子的老板娘下了一大跳 呆滞了当场 徐凤年他轻轻的提着酒碗 没有急着喝酒 他笑道 我呀没有恶意 我既然有用枪的高手朋友 当然知道跟枪香同秀同乡赫赫有名的孙家 老先生又知乌不言说了这么多 我就是胡乱猜测一下 孙家的遭遇我也听说过一二 当年一个叫贺武叔的年轻人登门学艺 孙老爷子呀见他根骨极好 只是品行不端 就没有理睬 结果这贺武叔背剧之后啊 有过几次奇遇 一路飞黄腾达成了当过边军将领的巡大牛的护颜教头 此人生性雅兹必较 对孙家更是一直怀恨在心 在孙老爷子去世后啊 就靠着巡家背景和多年积攒下来的官府人脉 给孙家安了一个叛粮通敌的罪名 四十余口老小 只逃出去六人 其中还包括两个强保之中的孩子 这十多年来啊逃出去的孙家人有三个都死在贺武叔腔下 两个呢是记不如人 一人是秘密出卖孙家 可事后非但没有得到荣华富贵 仍是被记仇的贺武叔过河拆桥一枪定死在墙上 孙清秋孙老爷子 我说的对不对啊 老人面沉如水 他冷笑一声 语气苍凉 好 好 好一个虎头枪贺武叔 果然是入了鱼龙混杂的鱼龙帮后 就如虎添翼了 竟然给你们追杀到这儿来 老人说好的同时啊 丢了个眼神给两位少年 要两个孩子不顾自己逃命的意味 不容拒绝 只是少年如何能在这个时刻逃跑啊 脚下生根站在原地一寸不退 这让老人不知是感到高兴还是可悲 孙家强 人不死 枪不退啊 徐凤年却依旧端着酒碗 他自嘲道 孙老爷子 我这像是贺武叔的狗腿子吗 还是说像是来追杀你们的杀手 可天底下有我这么杀人之前还请人喝酒的 高大少年愤怒的说道 你这个王八蛋肯定在酒里下了毒 老板娘当下不乐意了 他从对话中大致听出了一些端倪 可他半点不相信这公子哥是个歹人呢 谁让他长得那么尊呢 他一排桌子恼火的 哎哎哎说什么呢 我这像是黑店吗 你们这些酒可都是我亲自端上来的 是才开封的新酒 你这孩子哪只眼睛瞧见公子往酒水里下毒了 徐凤年开门见山说道 老爷子呀 你真觉得你们爷仨是我一个人的对手 老人没有言语 没有半点松懈 但神情颓然 行走江湖大半辈子 尤其是十多年来的亡命生涯 老人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和对危机感知的敏锐直觉 就在自己伸手握杆子的那一瞬间 身边这个原先契机如同常人的年轻人 那一闪而逝的惊人契机 让老人不得不承认自己呀 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徐凤年问道 老爷子 我有个不情之情 想让你去边军那 当一个传授枪术的五官总教头 但是你们孙家与贺武叔的恩恩怨怨 我不会管 估计老人家 你也不愿意别人插手 老人冷笑一声 这位来历不明的公子哥啊 别以为有些无意傍身 就口气比天还大了 老朽不是那缓口小儿 也知道咱们北梁军五官总教头 那是正四品的武将 你若说寻常教头位置 老朽还当你是身份不俗的将中子弟 信你一二 总教头 是你说能给就能给的 你当自己是经略史大人的公子 李汉林了 徐凤年文听 他忍不住笑出来了 没想到李汉林这家伙 如今在北梁道这么有名气 听上去 还是写个好名声啊 水几年文听 水凉航空 草草斑马虎 多少天意过苦 孤岭悲鲁 国与旧一户 帝王江山寄仆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